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大家好 那個 戲裡面啊 我其實讓那個 太寶哥跟併錢啊 《再見》後面打的詞曲 然後也讓那個 平時形象還蠻 蠻陽光的 然後蠻搞笑的 阿星在裡面 錄的詞曲 聽起來好像我們拍了一部 很非常的悲劇 但是我跟大家保證 這是一部百四百的喜劇 然後希望大家 就是 除夕晚上十點的時候 暫時離開麻將桌 然後來看《當你微笑時》 因為打麻將自摸啊 只能得到一則快感 然後如果看《當你微笑時》 也可以得到一整年的快樂 這個很強 沒有沒有還好 但是呢 拍到《燈電》的時候呢 爸爸我讓你不快樂嗎 好啦我不快樂 我錯了 打麻將啦 看一看《當你微笑時》 換我換我 我就是 我真的實在是太怪了 我怎麼可以這樣對《太保哥》呢 大家如果就是 看了我們的 呃 就是真的有看的話 就會原諒我了 其實我 我也是很可憐的 我是逼不得已的 爸爸也是有點不乖啊 你知道 但要希望大家自己看 然後 熟戲的時候 我覺得 大家全家人聚在一起 然後一起看電視 也是一個很溫馨很開心的感覺 拍戲的時候 我就覺得大家就很像一家人了啦 很開心 雖然我們拍攝時間沒有真的那麼長 但是 就是 導演《太保哥》 都要頂全大家都對我 非常的照顧 謝謝大家 好 這是我們三個人的觀眾 滿錯狀的 我這個是要讓各位觀眾 好好看 那 這個戲其實我覺得 它是 它你們叫我們是一個 第一次 一個 戲劇 雖然 我們會看到人是很多錯狀 所以 最後 導演帶給觀眾 一些 正面的力調 非常的適合 心靈性 嗯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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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保哥 我覺得 太保哥 我每次看到他 老實說我都有一種 呃 心疼的感覺 就是 呃 真的很像爸爸 就像一般的女兒 兒子 你真的對爸爸 可能有時候會覺得 有一點點居民感 但 老實說你 你自己心裡也是愛他們的 也知道他們是關心你的 只是我們的方法不一定是對的 那怎麼樣調適 怎麼樣調節 我們 戲裡面 也有這個部分 希望大家看到之後 有個什麼新的情法 然後 更珍惜身邊的人 我覺得這部戲從那個 第一個鏡頭開始都挑戰啦 包括我等一下要看那個 我其實還沒有看片子 但等一下要看我其實很緊張 因為我不知道就是 表現得怎麼樣 然後 然後 老實說 因為我之前都是比較 誇張啊 瘋狂的 然後我對戲劇 也不是真的那麼 呃 有接觸 所以對我來說 這是一個 全新的挑戰 超難的啦 不過謝謝導演 對不對 大家看就知道 對啊 好 導演我等一下 給你五百塊 呃 哭很多次 可是我覺得哭可能不是最大的重點 有時候我哭了 可是整個東西沒有到位 情緒上 然後感覺銜接的不對 跟爸爸的互動 不正確的話 我覺得 就你真的哭了也沒有什麼用啦 但呃 因為跟泰瓦哥 他就一直鼓勵我說 反正我們就是直接來 我們就是正式一點 我覺得反而對我就是很大的幫忙 嗯 因為他也是 那個比較敵對狀態 所以 就是跟爸爸 兩個人 比較 我記得我從那個 國中二年級的時候 就會還手 我爸 我爸就推我 我也還手推他 這我印象還蠻深刻的 所以在戲裡面 有很多情況 就是拍下來的時候 我想說 欸 怎麼一種似曾相似的感覺 但我自己也會 希望就是 我可以 跟戲裡面的女兒一樣 就我其實是很想關心他的 我希望能找一個 真的好的方法 讓我跟父親的關係 更好 我會跟他說 叫他自己看一下 我沒辦法跟他一起看啦 我沒辦法 太害羞了 就 在那個 九點五分 五分的時候 把電視開到那個 公視頻道 然後推很前 爸你要看一下 然後我們一起尋找一下 他就會看到 對耶 是個好方法 還不錯 這招是我想到 我以前 你也要這樣跟爸爸 叫爸爸看一下機器 我以為好煩喔 小朋友現在覺得很難搞定 到處都是Elsa 我覺得 有點頭暈 但是他跟我要求說 他要什麼粉紅色公主妝 爸爸女兒分的這個要求 都很難達成的 對 我特別麻煩 對 這是小朋友的 我覺得要讓小朋友開心 然後你真的 可以跟他 他真的會記住嗎 我自己很懷疑 不過我今年就想說 家人們 長輩當然是 要包紅包 但小朋友我想說 就買他們用得到的東西 去做 才是很難的 他說他從來都不會 不會就是 把這些事情放在心上 他之前還學院的時候 就說 希望我妹妹剛出嫁 可以趕快生小孩 嗯 那平平就我 他說就不要 先不要他要工作 他說阿嬤 我也是要生活的 我也要叫男友啊 不要這樣子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在片場的時候沒有跟我說 我會很麻煩嗎 哈哈哈哈 來戲裡面麻煩 我們其實自己看聊得很開心的 那我們有導演 適合什麼樣 適合什麼樣 啊 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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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eaks uniformly 合家 合家 的 整個 把他擋住自己的爸爸的家庭 就是不准之間的衝突 所以我覺得過年吧 就是跟家人團聚的時刻 我們也感興奮這個 我們也知道家庭關係 全市城某種被熱喜劇的 會不會放棄當中的小事 謝謝大家